這裡面有一些內容 就是我們這四大因子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激勵條件開發規模 這兩個部分 我看在整個評分的標準 其實第二的社頭的第六公墓 其實條件不輸 方園第一公墓這個地方 因為開發規模的部分 只有1.98公頃 方園這邊 然後整個現有的持有土地 第二項的部分 其實我看第六公墓也有19公頃 可利用的空間更多 未來的一個方便性裡面 其實這邊的人口數應該比較多 我們第八選區西南角 其實人口比較稀疏 所以整體的經濟效益來講 應該可以請專業的評估廠商 把這些評估的要素因子 再重新納入進去做一個考量 因為整體的一個計算的評分部分 我覺得可以再更斟酌 以上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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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